看一下在直播室裡面有誰 你們可以留言說嗨嗎 我看看一下有誰啊 哈囉 哇今天是有幾個地方在分享我們的直播 所以可能會漏掉一些人啊 哈囉 現在是全球同步直播啊 其實我今天的這個直播呢 我是坦白說是非常緊張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我面前的這一位啊 這個人就讓我特別緊張 他就是我們傳說中的比特幣大使 Mr.李維森 李維森 比特幣大使 一些簡短關於他的介紹啦 因為我必須要說簡短 不然的話我說10分鐘 我都介紹不完他做過的這些背景 得過的獎OK 基本上幾個就是 第一他是廣源之的這個比特幣大使 他早在2004年的時候呢 他就已經 當時還好多年前 他就已經代表了馬來西亞這個 青年華藝遠赴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 去跟這個國家領袖對話 OK 單單是這一個應該大家都會 哇哦 對吧 然後呢 據我所知他也是 就是到目前為止吧 唯一一位和這個投資家 Jim Rogers 同台演說的這個企業家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 誰是Jim Rogers 這些吧 就是非常非常權威的這個世界的投資人 他們中國叫做吉姆羅傑斯 吉姆羅傑斯 然後呢 他也是曾多次被這個央視 中國央視受訪 採訪為這個最具影響力人物 我也看過他的專訪 大家也可以上網去搜索一下 OK 他呢 也是這個用比特幣來環遊世界的第一人 並且將他拍成紀錄片 你們都可以在這個YouTube Channel 搜索得到 你只需要Search Bitcoin World Tour Bitcoin World W-O-R-L-D-T-O-U-R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一系列短片了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把他的這個紀錄片 當成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分享來看 就是你要知道比特幣在英國是怎麼樣的 比特幣在日本又是怎麼樣的 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礦場 他都去到那裡了 那家是在冰島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YouTube Channel去觀看他的這個Channel 好 關於他的這個背景呢 其實當然我無法一一去說完 但是他在這個領域 這個區塊鏈領域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也和世界很多很知名的區塊鏈項目 其中幾個就好 我只能說其中幾家 非常知名的PundiX PundiX還有就是Smart Mesh 還有Newton 這些你們都聽說過嗎沒有聽說過的沒有關係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的話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讓我們知道 過後我們可能會考慮如果反應好的話我們都會考慮做直播 跟你們更詳細的在解說為什麼這些區塊鏈項目這麼火紅 什麼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帶來價值 尤其是在這個時候這個世界處於一個很動盪的狀態 什麼東西都改變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很多東西 所以大家應該我非常鼓勵大家多多來了解這些項目 但是呢在這些這麼多的項目裡面啊 我就特別對Wilson的其中一個有研究的一個項目特別關注 為什麼呢 這個項目其實是叫做VDS V Dimension 從我知道的時候那時候是去年去年年頭的時候 我是怎麼知道的呢 就是我在Telegram的時候這個電報群 我收到一個匿名的發來的一個白皮書 沒有說什麼 連打招呼你好什麼都沒有說 就只是發了一份白皮書來 然後告訴我說 你要用心的看這份白皮書 他沒有跟我說能賺錢能行嗎 還竟然叫我用心的去研究這一份白皮書的價值 因為我本身也是有 我也是一名freelancer有幫人家寫白皮書的 所以大致上的這些東西 我都能明白 但是當我在翻開這份白皮書的時候 我非常震撼的是他不只用很簡明的字來 講述他整個項目 而且不是那一種就是只會跟你講幣價多少啊 哇能夠翻多少都被從來沒有 但是他跟你說的是整個人類社會都應該關注的東西 然後每一個項目的每一篇章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這些都不是吹水哦 是經歷了這一年之後 我們能夠看到這些背後的這些匿名的這個program 這個團隊都一直在將這些東西一一的實現了 其實為什麼我今天會請到Wilson到我們的直播室是有原因的 我們都知道Wilson參與過很多項目 但是在币圈裡面啦 坦白說講價錢講價格會起會跌的人 還多過一個真的去看到一個項目價值的人 然後我很想真的很想找一個人去跟我可以討論去研究這個項目 但是因為我連folder都找不到 你覺得我甚至懷疑這個VDS背後的人是中本聰 為什麼他到今天沒有人知道其實一年了 如果說他要圈錢跑的話也可以啦 但是也那個價值還在那邊 那個背後的那個software的update walletupdate 錢包的更新還一直在就每隔幾個星期吧 有時候甚至幾天就一直更新 我問你如果這一個團隊是要欺詐的話 他需要已經在翻了這麼多輩子後 還留在那邊跟你做這些back end的工作嗎 不需要啊不需要做這些資源 所以呢我據我所知 Wilson他在看項目的時候 他絕對不是看這個B價 而是他看的是這個核心價值 這也讓他成為跟其他人與眾不同的一點 所以我今天就找到了他來現場 與我們一起分享這個關於VDS的看法 Wilson 嗨大家好 還有這個我知道這個另外一個組織 跟我們那個世界區塊鏈基金會的那個 短稱是一樣的 他們也叫WBS 那麼這些小夥伴 能不能我知道幾百個人都在那裡現場 看著這個直播 嗨大家好 因為我是早期我在13年底嘛 就接觸到這個比特幣 那我接觸了比特幣過後 我就開始這個叫做比特幣環遊世界 就一直這樣在看接觸從比特幣 這個第一代的區塊鏈就是比特幣嘛 然後第二代的他們叫做有智能合約 這個我今天不先不深谈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這個資產 鏈上的資產 你可以寫入這個編程代碼 然後讓這個資產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又把它叫做智能合約 過後再看到的他的種種的經歷 一直到這個20 你記錯15年吧 15年底16年的時候呢 又有一件很大件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這個在歷史上 只有曾經有一個這個加密幣呢 他曾經價值是高過比特幣很多倍的 就是難以想像的 只有一個只有一個 這個叫做Zcoin 那為什麼這個Zcoin呢 他的價值可以高過比特幣 當時可以高這麼多倍呢 他就因為只推出了一個技術 叫做零知識證明 Zero Knowledge Pro 有很多人呢 他們在他們是投資或者玩比特幣 在這個炒作比特幣 他們有很多就以為說 哎呀比特幣的好處是什麼 比特幣的好處是這個匿名啊 然後你無法跟蹤 所以為什麼這個市場上 有很多人都會誤會說 哎如果你是要做壞事的話 你是要走私啊販毒啊 做種種的見不得人的事情的話 你就用比特幣 那個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有認知比特幣的話呢 你只要上它的Explorer 上它的這個游覽器 你可以看得到啊 我這個幣到底是從哪一個賬戶來 對吧 這個錢包轉到這個錢包 再轉哪一個錢包 是可以追蹤的 是可以看到完的 你在可以追蹤的時候呢 它只要盯著緊盯著那個出口 什麼叫出口跟入口呢 就是交易說 我不管是幣也好 什麼東西都好 在這個世界上 任何的東西 任何的商品或者貨品 在沒有的交易或者兌換的情況之下 你是永遠不知道它的價值 你也可以講它是沒有價值的 理解嗎 你必須要有兌換 它才有價值 好了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的比特幣不能夠換成 不管是人民幣啊 換成美金啊 美元啊 或者換成馬幣啊 新幣啊 港幣啊 英鎊啊 那有用嗎 因為現在的商家 他們還沒有可以接收其他的嘛 所以簡單來講 那你不可以兌換 它就沒有價值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如果你要兌換的話呢 你就必須去交易所 好啦 那交易所呢 是什麼 交易所是中心化的 它是一個公司 有老闆的 交易所就 呃 根據一般普通人的理解來說呢 它就像股票行一樣 那你要買賣股票 你你你不可能就直接到街上 然後拿著那個股票到處去說 哎呀我這裡有什麼公司的股票 你來買 沒有這樣的事情對吧 你要到股票行去交易 那股票行是有公司有老闆的 有管理的 那你要交易你的這個加密貨幣的時候 就你要交易比特幣的話 那你就先要到交易所 那你要到交易所 今天的交易所 尤其是不是幣幣交易所 是這個跟法幣的 法幣就是法幣貨幣 就是你要跟這個 不管是人民幣啊 馬幣啊 美元啊 這種叫做法幣啊 就是國家政府 中央銀行發行的這貨幣啊 它就叫做法幣啊 那如果任何的 今天的這種交易所的話呢 它都會要求KYC 就是要要求你要實名認證 實名登記 那你才能夠開户 那問題來了 那你如果要把比特幣轉換為 不管其他的任何的貨幣的話 你要在交易所做 你要在有法幣的交易所做的話 你就必須實名認證 那你實名認證的話呢 我就很簡單啊 對吧 你的比特幣 你在兌換的時候 它就有個出口了嘛 這個出口就很容易的 讓任何的相關的機構 就可以知道你是誰了 能理解了嗎 所以為什麼說 如果人家認為說 你如果是做這個不震盪的 這個非法的勾當 那你要用比特幣來說呢 這個是非常愚蠢的 我告訴你 現在全世界已經是幾十年幾百年了 最好的洗錢不震盪的勾當 要用什麼幣知道嗎 就用美元 美元現金 那個是最好洗錢 最好做不震盪勾當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金交易 你查不到的嘛 對不對 你根本不知道它來源的 反正比特幣你可以查 而且一路查到那個出口 所以呢 只有不懂的人才說 哎呀這個要做壞事 就用比特幣 因為查不到 他說查不到就因為他不懂 我甚至最近呢 有聽一個直播 他把自己叫做這個 比特幣的這個 或者加密貨幣的專家 他這個東西他都不懂 他就在那裡分享交易啊 怎麼賺錢啊這樣子而已的 這個是我覺得很可悲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呢 要做這樣的直播 給大家補充補充一下 正確的知識還是比較好的 好 那我言歸正狀 我就從這個比 區塊鏈1.0的區塊鏈 比特幣就了解了過後 然後去到這個2.0的 就是有智能合約的區塊鏈 然後一直去到了 來到了這個叫做 零知識證明 它的價值是這麼高 零知識證明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這個技術厲害在哪裡呢 就是我把錢轉給你 那我把錢轉給你的時候呢 實際上你只看到錢 就你只看到那個幣 但是你是追蹤不了說 這個錢這個幣 它是從哪個錢包來 然後它又之前 又是從哪個錢包來的 你根本看不到它的整個流水 你看不到它的整個過程 看不到的 你收到錢就收到錢了 就是它用了一個 這個叫做ZKP 叫做零知識證明 零知識就是你不用知道的 零嘛 來給你看說 你這個錢是有的 是真實的 不是說去複製的 那麼你這個錢你收到了 但你查不到它從哪裡 你想想看 單單這個價值 就能夠讓當時 它的這個幣價高過比特幣 好多好多倍 這個我要讓大家理解一下 這個技術的難度 到底在什麼地方 對吧 然後一直到過後 就進入ICO的時代 然後就進入了這個 交易所的這個時代 就有很多人沒有發現到 那我是在去年呢 19年是嗎 對19年呢 我在去年呢 2月份的時候呢 我也是收到一個 匿名的一個E-mail 一個電郵 也就是發這個 VDS的這個白皮書 那我當時我一看 我就傻了 我說這個有病嗎 其實白皮書呢 我也編寫了 計劃了不少 參與了一些 都是很重點的一些項目 那我覺得這個 我當時收到的時候呢 其實我一看我就笑 我是笑什麼東西呢 我是笑說 首先第一 這個是我的認知裡面哦 你要知道比特幣過後 每一個區塊鏈 大家都知道 它的創始人是誰的 都知道創始團隊是誰的 都知道在哪一個國家來 又註冊什麼基金會在哪裡的 在這個世界上呢 就除了比特幣 中本聰不知道是誰之外呢 只有VDS 也是跟它一樣的 就是來自安安 不知道是誰 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誰的 那有趣的是什麼東西呢 就我一看它的那個白皮書呢 我說這個有病嘛 我告訴你 這個寫的白皮書的出出 或者這個VDS的出出 它就有兩個可能性 要嘛是孫子 要嘛是天才 為什麼呢 它就剛剛把我跟大家講的 這個比特幣的特性 關聯跟這個智能合約 跟這個零知識證明 跟這個交易所的功能 這些功能呢 就全部在這個區塊鏈 它都實現了 你有聽說過這樣的項目嗎 有沒有 都沒有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它把所有的東西都把它搞在裡面 好了 那來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講是誰都會講的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一開始 雖然我一開始我就覺得說 哎蠻好玩的很有趣 所以呢我就當時呢我就馬上參與 我等一下告訴大家為什麼我參與 那我就馬上參與 其實我參與的目的是很簡單 我其實也不怎麼相信說 它到底能不能夠把它的白皮書裡面的東西 都就是都做得到 因為白皮書寫罷了嘛 對不對 紙上談兵誰不會啊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觀察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 雖然我是屬於很早期已經知道的 但是我並沒有很公開的怎麼來分享 因為我也一直在觀察 就是說你講的這些東西 因為我本身接觸過很多的區塊鏈項目 要實現的這個東西呢 坦白說呢很多的技術 你要加在一起實現 太複雜太困難了 所以我也只是一直在觀察 看到底是不是能夠做到而已的 那我現在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當時會參與 應該這麼說吧 你說我有點貪小便宜吧 那它這個吸引力在什麼地方呢 因為有任何人在2019年 就是去年的1月1日之前擁有比特幣的 我重複一下 你們在2019年的1月1號之前擁有比特幣的 也就是2018年跟之前 如果你有比特幣的話 你只要把你的那個比特幣錢包的那個私藥 就是那個private key 你只要把它找出來 然後呢你下載了這個VDS錢包過後 你只要把它輸入進去 你有多少個比特幣 你就可以得到多少的VOLA 對我來說是有一點點比特幣的 所以我就不介意 那我嘗試一下也蠻好的對不對 就是開始都是有這個貪小便宜的這個心態 當然很震撼就是說 你們將會發現到呢 在這個VOLA的這個錢包的 它的這個右上角 右上角呢 你再把它調回來先 對調回來了 你會發現到這個右上角 對這個右上角呢 它有一個關鍵的 就是講這個錢包裡面 它其實它有兩個錢包 它其實它已經對接了兩個區塊鏈的 一個錢包對接了這兩個區塊鏈的 對你一條過來 它就是VDS 一條過去它就是比特幣 這個就是比特幣的 所以簡單來說呢 如果你有多少比特幣的話 你只要把你的私藥把你的private key 把它輸入進來 對這個白色的哦 你看到白色背景就是比特幣的錢包 你有多少個比特幣 你把它的那個錢包的那個私藥 你把它輸入進來 然後呢你再點擊回去 VDS的錢包就是那個暗色的 對你拿來這個錢包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有多少個VDS了 能夠理解嗎 所以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說無所謂嘛 就試試看 然後另外一個很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它這個VOLA 在這個VDS的加密幣呢 叫做VOLA 這個VOLA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們講美元 對吧 我們講錢都叫Dollar 那這個呢 它就是把這前面的D 把它變成V 就變成是VOLA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標誌 VOLA的這個標誌 那為什麼我說它另外一個更有趣的地方 除了說它同一個私藥 同一個private key 你可以分享兩個錢包之外呢 你還可以呢 它的這個VOLA的價值呢 它又是跟比特幣掛鉤的哦 哎呀這個就厲害了 來我們現在來看看一下 它是怎麼跟比特幣掛鉤的 在這裡呢 這個錢包裡面呢 它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地方呢 掛鉤的是它 我們叫做這個resonance trade resonance trade叫做共振交易 共振交易是什麼意思呢 共振交易就是說 它是一個可以直接在錢包裡面 用比特幣 就是你可以拿比特幣 換取這個VOLA 好玩嗎 就不用到交易所的 你不用去找哪一個交易所 不需要的 你在錢包裡面 就可以用你的比特幣 去兌換VOLA 那至於兌換的比例 是多少呢 就比如說我這個比特幣 一個比特幣 我可以兌換到多少的VOLA 那在這個的話呢 你就可以從這個 公振交易裡面 它是一個倒三角形的一個模式 有機會我才跟大家詳解 我今天只是介紹一下 它的厲害這個功能 它為什麼它的價值 可以跟比特幣掛鉤就在這裡了 就是你有比特幣 你根本不要到交易所的 你直接在錢包裡面 你就可以通過這個公證的交易 你就可以換取這個VOLA 這是很好玩的事情 那至於怎麼交換 它的比例怎麼來換呢 這個很好玩的 就是很多人都玩瘋了 就是他們會跟這個交易所 因為過後幾個月後 這個VOLA 它在交易所也有把它上架了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搬磚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公證交易裡面的價錢 是一個交易所裡面的價錢 又是另外一個 怎麼搬來搬去 知道有很多人都是 都是這麼樣在賺錢的 對啊 Wilson 是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在你展示的時候 我是看到你的上方 當你在滑動的時候 其實上方一直好像類似一個訊息 一個訊息 一直滑過 是可以打廣告的吧 那是有一個廣告的功能 你等一下提醒我 等一下要講這個部分 我主要講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很多的這個區塊鏈 一直到目前為止呢 很多的 當然除了我 除了跟我有關係的之外 因為跟我有關係的區塊鏈 它必須要在這個世界上 有實際的功能用途 跟整個生態圈的搭建 它才會有價值的 因為你沒有生態圈搭建的話呢 你根本是沒有任何的意義的 那在這一點呢 我想要讓大家了解是 很多人呢 都一提到比特幣 一提到區塊鏈 都很愛把一個東西掛在嘴邊 什麼東西呢 去中心化 對吧 很多人一講到區塊鏈 講到比特幣都會講去中心化 那去中心化是什麼意思 那不是去中心化 又是什麼狀況 其實很少人講得清楚 我用一個例子 來給大家講一講 這個關鍵點 因為為什麼我要這麼講呢 因為VDS 讓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實際上已經把所有想像的 可能中的這個中心化的東西 把它變成去中心化 那我先講一講 可能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們現在呢 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第三方的世界裡面 怎麼說呢 對 就是其實大家都在搞小三 對啊 真的 大家都有外遇都在搞小三的 什麼意思呢 你看今天我們的這個線上會議 難道是我直接對你點對點嗎 不是的 對吧我們用的這個軟件這個系統叫做什麼 叫做Zoom 所以我們也是通過一個平台 第三方的這個平台 我們才能夠這麼來做這個視頻會議的 知道吧 那平時大家就用什麼 就是在發信息的時候 是用WhatsApp 用這個WeChat 用微信 那這個信息是不是我直接發過去的 不是的 它也是有一個中央的服務器 就是我要跟你講話 我也要通過微信 我也要通過第三方 理解了嗎 那我要還錢 我又要通過什麼 如果一般的人來講 他不懂區塊鏈 不懂加密貨幣 他會用什麼 他會用馬幣 用美元 用人民幣 那當我用這些法幣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通過了中央銀行 就中國各國的銀行來幫我做結算 那我要做账目的時候 我要有一個會計師 來跟我審查我的账目 我要跟你做生意的時候 還要找商業律師 這不是我們之間 根本沒有什麼事情可以 我對你直接點對點的 全部要通過第三方的 你去想想看 非常的可怕 對吧 我們包括現在 很多的這個 我們在買賣 做這個 做商業的 做生意的 有很多人他們去用電商 用無衣商 對吧 這個都是要有一個平台的 你看阿里巴巴不是平台嗎 對吧 我們要打車對吧 這個Uber 或者這個Grab 滴滴出行 這些都是平台 都是中心化的 所以你慢慢的你會發現到 你記得我跟你們說的 就是我們現在呢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你不知不覺 我們都是生活在一個 第三方的世界裡面 就是有小三的 有小三的事 對 有小三的 就是你想想看 你能夠想像嗎 你跟你的老公老婆 或者跟你的男朋友 你的女朋友 你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原來你跟他說 說我愛你 你沒辦法跟他直接說我愛你的 你要從一個第三方 要從一個小三的嘴巴 跟他講 你告訴我的老婆 你告訴他 我愛他 你能想像嗎 你能想像你通過第三方 然後去告訴你的男朋友 麻煩你告訴我的男朋友 我愛他 你好像想像不到 但是我告訴你 我告訴大家 今天大家的情況就是如此 那為什麼他這個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VDS的幾個功能好玩就在這裡了 我先不講你剛剛問那個VAD 來這個傑斯麻煩你準備一下 我要給大家看一看 什麼叫做點對點的 就是這個區塊鏈除了說我多少币 我多少錢 我可以點對點打給你 就是我不用通過任何的銀行 我不用通過任何的中心化 我可以打給你之外 從今天開始 如果說用這個錢包VDS的錢包裡面 我也可以點對點給你信息的 來我們看一看這個點對點信息的 看到嗎 那邊有一個VID上線 VID是什麼呢 VID就相等於說 你如果你在Facebook 你就需要去註冊一個Facebook的帳號 对吧 你要Google 对吧 Google 你要一個Google的帳號 那如果是在中國的朋友的話 他要開通微信 他要有一個微信的號碼 所以呢 這些帳號呢 突然間就變成你的身份了 對不對 那這個有趣的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這些身份呢 實際上都是從你的這個 我們今天的身份都是一個中心化的身份 那現在在區塊鏈的世界裡面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身份 那麼在VDS上面的身份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VID VID就是我們的身份 那當你有一個身份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個錢包裡面登陸 登陸錢包了過後呢 他那邊就有這個聊天功能了 那這個聊天功能的話呢 那就可以今天我跟你說話 我跟你聊天 我要告訴你 我愛你 我就直接可以告訴你我愛你了 我就不用說要通過這個小三 通過第三方 再跟你說我愛你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到 現在這個聊天的這個裡面呢 對你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就是點對點聊天 點對點的加密聊天 這是沒有通過第三方的任何的服務器的 是最安全的 所以你們要談的話 對啦 你們就可以試試做這樣的一個交流 這裡還有群 你看還可以組群在裡面 很多人都還沒看過 對啊你說這個厲害嗎 這個就是點對點的群聊 點對點的信息 Messenger 感覺像是另外給我們看到的 另外一個世界的溝通方式 是的 是的 一個沒有小三的世界 記得了大家 Wilson 你說我們 你說我們都在搞小三 其實我們也發現了你一個秘密 我們都發現 其實你也是跟很多 跟很多的項目發生關係 因為在一些 你不告訴我們的項目裡面 我們竟然在白題書裡面 看到你是當中的這一些 創始 這個天使人啊 顧問之類的 好好 我今天就不收 我今天就不收 我閉嘴 哎呀 幫我保留一點神秘感 好的 別把我拖得這個赤裸裸的 所以你看 這個是很厲害的 那我告訴你 另外更厲害是什麼東西呢 有很多人呢 尤其是新人的話 他們都會擔心說 因為我們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剛才說了什麼東西 我剛才說了一樣東西呢 叫做交易所 對不對 那交易所呢 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東西 我們也聽說很多的 這個新聞和報導 就是這個交易所 有兩種可能性 一就是它的系統出問題 對吧 那你想像如果系統出問題的話 那我們的錢 我們的資產就會受到影響了 同意嗎 這個是第一點 那如果你們曾經有接觸過交易所 然後遇到這樣的情況的 你們也可以把這個信息 把它打在下面 然後呢 留言 然後呢 第二是什麼東西呢 第二有些交易所 尤其在過去的兩年呢 有很多交易所 有些就直接就關閉了 就關門了 你知道一關門了過後呢 你的錢全部都是完蛋 然後呢 也有一些交易所是怎麼樣呢 就是他告訴你說 他的這個 之前在加拿大有一個 這樣的case 就是他的這個交易所的老闆 他們說就死了 這個老闆遇到意外死了 然後呢 那個私藥呢 都在他的手裡 那就相等於說 你完蛋了 你不能夠交易了 好了 那這個VDS好玩的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你竟然可以在這個錢包裡面 聽好來了哦 在錢包裡面 不只可以傳達這個信息 主群聊 你符合資格的話 你還可以在這裡裡面做交易 哈嘍 你們可以想像得到嗎 在這個錢包裡面 你除了有那個匿名的 等一下啊 提醒我給大家看 你看那個匿名的錢包啊 你們可以直接兌換比特幣 你們如果要跟任何的其他的貨幣 不管是人民幣啊 美元啊 以太坊 你們都可以在這裡裡面做交易 這個就叫做去中心化的OTC 厲害在什麼地方呢 我告訴你 即使全世界的交易所都關門了 全世界的交易所都倒閉了 都沒有關係 VDS的兌換 VDS的市場呢 是完全都沒有影響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根本可以在去中心化 大家做交易 哎 這個就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屏幕分享的 就是你們可以在群裡 就是你想像你在微信群裡 或者你在這個WeChat的群裡 或者你在Telegram的群裡 你可以想像到在一個去中心化的群裡 然後你還可以做交易嗎 然後你可以不用暴露身份 你是誰都可以做到交易的 那這個到底有什麼價值 這個我暫時先不多說 你要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只不過我再告訴你的就是 你可以想像的就是 你可以在一個點對點的這個群聊裡面 哎呀還有人發照片 你的群聊裡面呢 你可以傳達信息 可以組群聊 可以發照片 可以發語音 同時還可以做交易 全部去中心化的哦 沒有小三的 你想像一下這個價值有多高 尤其是有做生意的 我有時常講一個點哦 我希望現在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呢 我時常說的 當我們一牵涉到小三的話 我們的生活生命將會很複雜 將會有很多的問題 而最有問題的小三是什麼 銀行 那我時常說一句的 那些認為銀行沒有問題的 只有一個可能性 什麼可能性呢 就是說銀行沒問題的這些人呢 99%都是窮人 一旦你有錢了 一旦你的錢 你的財富開始增加了 你就會發現到銀行是很大的問題 慢慢的呢 你希望你能夠在一個去中心化 不受銀行管控的世界裡面呢 你都可以掌握你的財富 你都可以隨時隨地的把它兌換成任何你喜歡的加密貨幣 或者是任何的法幣 就是透過你們現在看到的一個去中心化的OTC 哎呀這個推出來的令我看到的是 哎呀我真的是太震撼太太喜歡了 來我們再推回出來看一看 好了 那你們既然可以看到這個交易之外呢 好我現在要提一提剛才Jasyn所問到的那個VAD 來我們看看這個VAD點擊一下 因為我知道這個Jasyn Jasyn我給了他一個外號叫做區塊鏈小魔女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對做生意很有興趣 他對做生意很有興趣的 我告訴你他厲害在什麼地方 他是少數我見到的 就是不用出門在家裡都能夠賺錢的 所以當這個疫情來臨的時候啊 很多地方講封城 很多地方講行動限制令不能出門的時候 大家坐在家裡想著哎呀怎麼辦呢 我的生意受影響了對吧 這個生意掉下來了 這個打工的收入 大家的收入都受影響了 哎告訴你這個小魔女在家裡就悄悄地一直在賺 好了 那麼我們看一看哦 對於一個可以在線上賺錢很愛做生意的人呢 這個VDS又能夠帶給他什麼價值呢 這就是在這個VAD啦 VAD是什麼呢 簡單來講就是在這個V的世界裡面的Advertisement Ad就是廣告嘛 那你可以在這裡裡面打廣告 他打廣告的好玩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你要打廣告的話 你就要支付廣告費嘛 為什麼呢 因為區塊鏈 稍微有區塊鏈的基本認知的人都知道 區塊鏈其實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服務器 大家一起來形成的一個生態 那服務器要不要錢對吧 買電腦要不要錢 電費要不要錢 去維護維修要不要錢 都要錢的嘛對不對 有成本的對吧 所以有很多人不理解 以為說這個加密貨幣 它有沒有基本的這個價值 就是因為他不懂區塊鏈 是要用很多的電腦機器 大家一起組成的 這些都是有成本的 那有成本的意思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任何低過成本的 你要不要賣 你不可能賣一個低過你的成本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的基本價值就從這裡來了 好那我話再說回來 那如果你要在區塊鏈上做生意 你要在你的這個區塊鏈的生態裡面打廣告 那你在這裡做生意打廣告的話 你的基礎設施是不是由這一些節點 我們專業名詞叫節點 就是這些服務器 這些server 大家一起來維護的嘛 才有區塊鏈嘛 對不對 那你們的這一個 你始終需要支付這個費用 對不對 那你這個費用好玩的就是你這裡呢 它是屬於一個下標的一個制度 就是你標的越高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打廣告了 然後它好玩的這裡就分成兩個 我先說分成兩個主要的 一個就是普通的這種打廣告 就是打廣告一段時間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給了多少個VOLA打廣告 那個給了多少VOLA打廣告 你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 在裡面好玩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標王 就是你你下的標是最高最多的 來我們看看 現在就是多少呢 1萬對不對 就是當你下的標是最高的 1萬個VOLA的 現在最高暫時最高是1萬 那你最高的話呢 它就會一直在打開錢包的時候 大家都會在上面那裡 對你都會看到這個 對對對 你看到這個廣告 上面的這個廣告就是標王 就是它會一直 它都會在上面的一直存在的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個做生意的 你要打廣告 你去哪裡打廣告 對吧 我簡單這麼說 我講比特幣好了 對吧 如果說我是做比特幣的生意 我可以收取比特幣的 那我要去向所有擁有比特幣的人打廣告 我要怎麼去做 有管道嗎 沒有辦法 你不要講區塊鏈1.0 我說區塊鏈2.0的這個標準 代表好不好 我講以太坊好了 你如果說你要做一個生意 你說好 那我今天我是收以太坊的 你是不是要去找到這些有以太坊的人 說我要做生意 同意嗎 去哪裡找他們 你沒有辦法 你還是好像要普通的找小三一樣 到社群裡面 去找 哎呀 到底哪一個是以太坊的社群有以太坊 我們才可以去打廣告 對不對 那你打廣告你通過什麼方式 打也都是中心化的 對不對 都是要找小三 對嗎 好啦 那如果是在VDS裡面呢 好玩就是 我根本在同一個錢包裡面 我要做生意的話 那我這個生意 我是可以收取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裡面打廣告 就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 我就可以在這裡打廣告 那我在這裡一打廣告的時候呢 就所有的聽好來了 所有擁有VOLA的每一個有這個VOLA錢包的 他就會看到這個廣告 他就可以給你生意做了 那如果你是標王的話 我們看到今天看到標王是1萬個VOLA 那1萬個VOLA的話呢 你的廣告就會一直在上面 一直在上面 一直存在著 直到這個好玩了 直到下一個更高的標 他就會把你從這個標王的位置把你打下來 現在呢我們看得到它是1萬個VOLA嘛 那如果你做生意你要打廣告呢 你只要把這個標王你要打下來的話呢 你可以放多少呢 你可以下標 就1萬0一個可以嗎 1萬0一個可以吧 那你放1萬0一個或者也好 1萬010個也好 1萬0100個都好呢 那你呢 比他高嘛 那你就成了標王 那你可以想像我就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說大家比較熟悉的一些平台 比如說這個Adidas跟這個Nike 那麼這個他們都是這個競爭對手吧 Adidas跟Nike 那你想像如果這個Adidas在上面打廣告 他用了1萬個VOLA在上面打廣告 他說好 你們用這個VOLA都可以跟我買到Adidas的 給Nike知道了 他說欸 我收我也可以收VOLA 那我要怎麼接觸群眾 他看到你Adidas是標王一直在上面 那麼Nike他要把你打下來 他就給1萬0一個 1萬010個這樣子 欸 Nike就成了標王 他就在上面 Adidas看的不甘願對吧 他要做標王 他又再把他打下來 那你在這個競爭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所有的這個區塊鏈 做這個超級節點的 維護的 就是這個區塊鏈的這個節點 欸大家都賺錢了 所以你看到嗎 他的整個商業開始形成了 但是這個部分的分享 我要講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另外一點 讓我先講了過後 然後你就準備好呢 就是那一個 就是那個推廣的鏈接的方面 這一點我要講一講了 那在現今的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我們是很無忌諱的 我說我們什麼都可以談 好不好 那大家很熟悉的一樣東西 我認為人人都懂 無法逃避的一樣東西呢 很流行的 很多年很火的一種做法呢 把它叫做傳銷 那為什麼說傳銷是符合人心的呢 因為傳銷就是說 我把任何的這個信息呢 我傳達給你的話 那麼我可以從中得到那個價值嘛 就當作我自己的廣告費對不對 好啦 那傳銷的問題在哪裡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大家平時遇到很熟悉的 就聽說過傳銷嘛 對吧 那傳銷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不用多解釋 很多人呢 就是對它呢 又愛又恨 愛在什麼地方呢 愛在就是說 做傳銷的話呢 它可以以一個相對做生意來講呢 相對比較低的資本 相對比較低的風險 然後又可以拓展到無限的商機的這種 倍增的這種這種 生意的這種效果嘛 所以傳銷它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可是這個可愛呢 也有可恨之處 可恨之處在哪裡呢 為什麼很多人一聽到傳銷就 哎呀你不講傳銷 他又沒有興趣 你一轉傳銷他又很害怕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複雜的心理呢 我給大家講一講 剛才這個可愛之處大家知道了 現在給大家講一講可恨之處 可恨之處呢 就是因為傳銷呢 它是有公司的有老闆的 那有公司有老闆有什麼問題 你想想看 有盡力的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公司會倒老闆會跑對不對 而且有很多的這個決定 很多的決策 不是你喜歡不喜歡 是老闆說了算 如果老闆他今天不喜歡你 他認為你在做別家公司了 又或者他認為對你有什麼意見了 他就會把你的這個賬戶就凍結 然後等你上來去跟他乖乖的認錯 什麼如此之類的 類為什麼會類在什麼呢 這個傳銷的世界裡面 有一群的這個人 他們一般都叫做傳銷難民 為什麼叫傳銷難民這麼難聽呢 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他們本身有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當然本身問題的也有 但是有一些很好的領導人 他們本身沒問題的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當他好好的發展了一個組織了過後 你要知道發展組織 說容易也不容易 你嘗試看去帶組織 不管你說直銷也好 做傳銷也好 但你要帶組織的話呢 你需要很多的活動啊 培訓啊 講解啊 陪他們吃啊 喝啊什麼的 你下了這麼多星期 好不容易 我別說太誇張什麼幾萬人的團隊好不好 我就說你這個有幾百人的團隊 這個下苦工還是做得到的 那你想想看你好不容易 可能花了一兩年啊 有比較厲害的 花了幾個月 有了個幾百人的團隊 然後公司出事情了啊 就是公司倒了 要不然老闆跑了 要不然跟你說這個這個計劃不行了 跟你說這個產品沒得賣了 跟你說計劃要改變了 給你種種的理由 然後就怎麼樣呢 你這一兩年 你這幾個月來幾百個人 辛辛苦苦打造的團隊 就怎麼了 就沒了 一沒了過後怎麼辦 又得要另外一家公司 又要另外一個盤 要起一個新的盤 然後你又得重新來過 好啦一來的時候 大家又問你同樣的問題了 我告訴你 是這樣子的 真正的在這個傳銷界裡面呢 有經驗的大佬 有經驗的這個大佬鷹 我告訴你 你不管告訴他有什麼新的公司也好 新的盤啊 新的計劃 他不會問你說 啊市場計劃是怎麼樣的啦 產品是怎麼樣 他不會問你這些問題 真正的大佬鷹 他只有問你一個問題 老闆是誰 因為這是最關鍵的 因為這個成與拜 就老闆的一句話 一句話就可以定成拜 你說多麼恐怖 有很多人對吧 連自己都不是很相信 怎麼有可能去相信別人呢 跟成一塊去相信一些很多 這個背景 無從考察 甚至是這個名聲浪跡的 這樣的一些背景的 就是臉皮厚一點 趕出來說話大聲一點 然後就這樣子的 怎麼去相信呢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傳銷是令人又愛又恨 就在這個地方了 那麼這個VDS出來呢 他一個很關鍵的地方是這樣 我今天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他的這個架構 就是說如果你 你記得嗎 剛才我跟大家說了 如果你貪小便利 你在2019年1月1號之前 有比特幣的 你只要把你比特幣錢包 你把它輸入進去 你就可以擁有這個相等的這個VOLA 那在與此同時的話呢 你也可以享有一個叫原有的ID 就是你自己就有一個ID 你就有一個身份 那你這個身份呢 你就可以開始用你的鏈接 來去介紹給你身旁的朋友 你想想看啊 我做比特幣吧 我在做這個比特幣環遊世界 那個花的可是自己的錢啊 沒有一個比特幣公司 或者這個中等聰說 哎呀你來幫忙宣傳 我付你費用 沒有啊 我是花自己的錢的啊 當然 當然我會這麼做 是因為我看到它的價值 我已經看到了未來 我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才願意這麼做的嘛 對不對 那你認為這個世界上 有多少個像我這樣的人 會這麼白癡花自己的錢 去宣傳一個跟自己沒有關係的 對吧 真的應該很少很少的 好啦那我宣傳了這麼多年 我從整個比特幣的系統 有給我什麼好處嗎 沒有 一點都沒有 只有說在這個比特幣現在呢 這麼火爆的情況之下 我所謹慎的擁有的那一點點比特幣 他也跟著水漲船高 那我從中間接的能夠得到一些好處 這樣而已 我在講以太坊吧 今天你到處去跟人家搞以太坊 到處去搞這個以太坊的講座會啊 去介紹啊 什麼智能合約啊 這個這個那個 那請問你得到什麼了 有什麼好處 有嗎 Vitalic會不會打幣給你 沒有的呀 對不對 都沒什麼好處的 你也建立不了任何的一個組織 沒有 沒有任何的價值的 所以我在2015年的時候 當以太坊出現的時候 我在2015年 我已經預言了 當時我就說 未來 當這個比特幣技術成熟的時候 一定會有鏈銷的出現 聽好來了 不是傳銷啊 傳銷是有公司 記得啊 傳銷有公司有老闆 我2015年的時候 我就跟我身旁的人 大家都說了 我說當這個區塊鏈技術成功的時候呢 就會有鏈銷的出現 不是傳銷 鏈銷就是在區塊鏈上面的這種銷售的這個方式 而當鏈銷一旦一出現 它在一段時間裡面 就會把目前的傳銷 它就逐步把它淘汰了 那它的Vital在什麼地方呢 你想像 我們都知道嘛 如果是在區塊鏈上 運作的運行的這個銷售網絡或者組織 它是根據代碼去進行的 也就是說它不會改變的 如果今天我找到10個人 10個人再找10個人 對吧 我這邊10個就100個 我就110個人或者帳戶 那它是在區塊鏈上的 它不會消失 我今天所做的任何努力 我明天所做的任何努力 我之前所做的任何努力 它都將永遠我的這個資產 我的這個網絡 它將永遠儲存在區塊鏈上 沒有任何一個老闆說 哎呀今天我不想玩了 我不想幹了 它就沒有的 不會它都會存在 所以呢今天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會白費 這個叫做鏈銷 要告訴大家鏈銷的厲害 就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彼此之間的這個 好啦我再說一說這個互相的一個比較 一般上傳銷是怎麼做的 傳銷當你要這個付費的時候 你肯定要付錢嘛對不對 你不付錢買產品啊 參加什麼計畫 就沒有任何的價值嘛對不對 好啦傳銷請問如果你要做submission 你要付費的時候你付給誰 你是不是要問一問 啊這個公司的賬戶是什麼呀 或者老闆的賬戶是什麼呀 對 或者這個領袖的賬戶啊 你需要把錢打到他們的賬戶去 對吧 然後呢很多的這個傳銷 都是夜節的 什麼意思呢 不管夜節也好 或者週節的也好 就是說每一週或者每一個月 才跟你結帳一次 就是我這個月或者我這一週 我做了多少生意 然後呢這個公司就要通過它的系統 通過它的服務器 然後就做個結算說 哎呀好啦你這一個月你的收入是多少 然後這一週你的收入是多少 理解嗎 是不是都這樣子的 傳銷一定是這樣的嘛對不對 就把錢要先交到一個人 或者一家公司的手裡 然後才由他系統算了過後才派發 問題來了 如果當把錢交了上去過後 這個領導 如果你交給領導 領導跑了呢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有 多的去了對不對 多的去了啊 就領導拿了錢跑了 那怎麼辦 一般都是就去找公司啊對不對 找老闆對不對 那如果老闆也跑呢 就一無所有 知道吧 這個錢就完全沒有了 你做的業績啊 你等著的那個獎金啊 什麼都沒有了 但如果區塊鏈的好處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市場計劃 這個獎金計劃 已經寫上了區塊鏈 也就是說呢 今天你找了多少人 或者你做了多少生意 這個獎金它是激發了過 它就會執行了 它用這個執行的這個合約 它就開始執行了 一執行過後就是 一有人交錢 它就直接把這個錢 這個幣 直接把它在區塊鏈上 把它派發給所有的上級 或者上限 或者上司 你什麼名詞都無所謂了 不重要啊 就是說 你所付出的任何的代價 你所做的任何的價值 就會馬上在區塊鏈 實現達成支付 沒有交到任何的什麼領導 什麼領袖 公司手裡 老闆 沒有這些東西了 全部都在區塊鏈上執行的 這個是一個真正的很偉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鏈銷的世界 有很多人還不知道 好啦 來我們看一看這個 好啦 那在這裡的話呢 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ID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個頁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從底下裡面 它有一個第幾層 到底有多少個這個VID註冊 付費進來的時候 你就看得到 來回到剛才那個畫面 喔 還有中獎 對對對還有中獎 那個等一下下有機會再談 就是你可以從這裡可以看得到呢 你可以擁有很多很多的賬戶 那你這些每一個賬戶 以下都有會員 都有新的成員 都有新的社群 你把它叫做什麼名都好 就是新人 他付費 他只要掃描 你看到他掃描這二维碼的過後 就是你把你的這個推廣鏈接 這個就相等於是你的身份一樣 你告訴你的朋友說 哎呀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有這樣的一個世界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推廣鏈接 把你的這個VID 你就發給對方 然後對方看到說 他就掃描你的這個VID 然後呢 他就去 對就在這裡 就登記了 對啦一掃描了過後呢 你的這個身份就跑出來了 然後呢 哇你看啊 你就可以找出你的VID 然後呢 你要把它放在哪一個位置上面 他就進場就進來了 也就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不斷的把這樣的消息 就好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過後 你覺得說哎呀這個東西太好 竟然還有這麼樣的一個真正的 沒有小三的世界 一個真正的去中心化的 記得咯今天我再重複一下 今天大家學習到的課程就是 去中心化叫做什麼呢 一個沒有小三的世界 這個沒有小三的世界 竟然有這樣的一個世界 有錢包跟比特幣可以兌換 還有這個在錢包裡面可以信息交流 可以做到OTC的這個自由的一個交易 可以創建VID 可以發展組織 還可以打廣告 可以做生意 這個是一個完全可以脫離現實生活中的世界 然後呢跟現實生活的價值兌換 就可以通過剛才的那個 OTC的那一種去中心化的交易 沒有小三的交易 在那裡直接點對點的交易 好這個就是創建VID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真正有興趣的一些新朋友的話 可能我們還會另外再組織一個分享 就是說怎麼去進行操作的 好來讓我們再回來 關於V Dimension的話 如果你對這個V Dimension 這個概念你也覺得非常有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我們的留言框下留言 留言VDS我們過後可以保持聯繫 那麼當然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留言了過後 然後我們這裡會有 可以把白皮書分享給他們對不對 已經發了 已經發了 但是當然你知道那個白皮書這麼厚 有多少人能夠這樣子一頁一頁去看 但是基本的精華 其實我剛才已經透過我剛才這個 短短到一個小時了嗎 已經一個小時了 對一個小時 就這樣子短短一個小時的分享 就已經把整個白皮書的精華跟大家分享了 當然即使要了解我剛剛所說的這一些 也是需要有一點基礎的比特幣和區塊鏈的認知 所以關於這個認知的話 來小魔女給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可以以後看你的視頻來學習一下 Wilson其實這個小魔女的這個稱號已經過時了 最近大家都不是叫我小魔女了 我有兩個稱號現在 哇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是說呢 有人聽了我的分享而賺到錢的話 他們就叫我小仙女 但是呢 但是呢 當那些聽了我的錢 然後買了某些幣 然後又因為自己的恐懼恐慌 一點一點就去賣 而造成任何虧損的話 他們就叫我小妖精 所以呢不管仙女也好妖精也罷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夠跟大家一起 一起共同成長一起共同學習啦 沒有人叫你區塊鏈大媽就好 哈哈 也不錯啊 可能有一天我也可以融生到區塊鏈大媽呢 好的 關於我本身呢 其實我也有自己的專業 如果你是在面子書上面的話呢 你可以到面子書去搜索我的這個名字 叫做Blockchain B-O-K-C-H-A-I-N 不是Blockchain哦 是Blockchain 為什麼叫做Blockchain呢 其實這個稱號也是 Wilson想到 然後提議給我 我聽了也很不錯啊 OK 就是這一個你看到嗎 B-O-K 因為我本身是姓默的 默在我的這個英文 國語名裡面就是B-O-K 就想到了直接拿這個我的信 來做為這個我的標題 如果你們是能夠上到這個YouTube You管的這個頻道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到YouTube去搜索這個我的專業 在裡面呢 我會教導很多人關於如何 比如說如果你想購買比特幣 你是一個完全的小白 你很想投入 但是你完全沒有一個概念 甚至你會恐懼 我裡面還有一些分享 有一些是甚至是我和朋友之間的錄音 電話錄音 我把它做成視頻 所以可以跟更多的朋友分享 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但是這個如果是對於在中國的朋友的話 就需要翻牆了 我會嘗試看如何將我的這些視頻 可以放到比如說抖音啊 TikTok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媒體之類 所以可能要開個微博啊什麼之類的 嗯嗯會考慮的 現在我看看線上還有什麼朋友 有些什麼留言 嗯對因為一般上來說呢 這個大家的精神狀態啊 這個能夠專注的 根據調查呢 是一個小時是最頂峰的了 就是一過了一個小時過後呢 大家就開始缺氧 可是今天的情況有點不一樣耶 啊 今天情況是你越分享就越多人進來 啊不會吧 對到現在大家都那個數目還在增加當中 啊對這個很反常耶 因為一般是主講呢 這個直播一般都是這樣子的 越講越久呢然後就開始掉線了 那個人越來越少了 剛才你在開始的時候我看沒有這麼多人的 現在是大家都還還留著 這麼好玩啊 就有些人是要求我們可以做多幾場 不是說可能很久才做一次 可能定期的在不久不久就分享一些項目 還有人問知道了這個VDS來有什麼用 他他會想知道 對對對 能夠有什麼用啊 先別說幫不幫 呃應該這麼說吧 有很多人呢 他其實沒有發現到自己處於什麼狀況 我剛才剛剛說的就是呢 其實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小三的世界裡面 那小三的世界裡面呢 其實就是你沒有自己沒有任何的掌控權 換句話說就是沒有自由 就是所有的這個一切的行為呢 都要受到第三方的限制 那當你說對你有什麼好處 其實呢你沒有發現到 你其實是深陷在一個沒有自由的世界裡面 那為什麼我喜歡用終極自由呢 因為大家一般上啊 就是有有做過這個做銷售的 不管是直銷也好 傳銷也好做保險啊做地產什麼的呢 呃你會時常聽到大家都說 啊我們做銷售的行業 為什麼要做銷售行業呢 就是主要呢想要達到這個非凡自由 然後一般呢跟你說這個非凡自由呢 都是指什麼呢 都是指這個我有時間的自由 而我有這個財富的自由 同意嗎 但是呢真正的為什麼我們不把它叫做非凡自由 把它叫做終極自由 因為除了這個時間上的自由 財富上的自由 還要達到這個思想上的自由 那這個思想上的自由呢 是真的要有這個交流 要有這個對話 交換意見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子的呢 才能夠達到一個真正這個思想上的自由 那要達到這個自由的話呢 他就必須 我們必須要排除小三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想像 剛才留言的朋友 他就會說 欸 這樣的 我很喜歡就是有這樣子的 我有興趣 我甚至今天有興趣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 今天他不得空 他今天沒有這個機會 我希望 以後還有這樣的分享 我可以找以後更多的朋友 一起來聽 好了 我就這麼舉個例子 那麼大家在跟的時候 跟著我們這樣的方式來聽的時候 比如我舉個例子 Zoom 他突然間說 我們暫停了 我們不做這個生意了 那好了 請問我們怎麼交流 能理解嗎 如果說你說好 那我們用這個Facebook來分享 那如果有一天Facebook停了呢 這個世界什麼都可能的 對不對 想當年你有沒有想過這個諾基啊 Nokia 都會停止做這個智能手機 你有想像過嗎 不是停止喔 變成這個樣子 你有辦法想像到這個Codec 這個相機 因為數碼的關係 變成這個樣子了 你想像不到的 所以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都生活在一個 受限制的一個小三的世界裡面 所以如果呢 你想要真正的通往這個自由的路 我們就需要找區塊鏈的世界 而區塊鏈的世界裡面呢 不是說有這個區塊鏈 產生了一個幣 然後這個幣呢 我去投資啊 我虧了錢我就罵罵罵 我賺了錢我就很開心 它不是這樣子 它其實是一個通往自由的一個道路 一個高速公路一個管道來的 而一定要有整個這樣的一個生態圈 它才會有產生這個價值 沒有生態圈是不可能會有這個價值的 所以呢 今天說的這個VDS呢 它就是有一個生態圈的 剛才也就是很略略的帶大家走了一趟 參觀了一會兒 是怎麼樣的有這個生態圈 當然不僅僅是VDS 還有一些其他 但是就是都需要有一個生態的 不是說我有個錢包發個幣 然後這個幣價會漲 我就是達到自由 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非常膚淺的一個看法 當然話又說回來 講句公道的話 這個學習呢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學習你就不知道價值 但你不知道價值 你懂的就只有價錢價格 對不對 就是幣價嘛 對吧 我不知道這個我手頭上擁有的資產 它有什麼價值 我不知道什麼區塊鏈有什麼價值 我不知道去中心化什麼價值 我不知道什麼叫這個點對點的交流 我不會懂的什麼叫做點對點去中心化的OTC 我也不懂的什麼叫做鏈銷 對不對 我也不懂什麼叫鏈商 如果這些都不懂的話 那肯定懂的就只有價格跟價錢 因為價錢是最容易懂的 不用解釋的 不用任何的認知的 所以這個就是主要的問題來了 所以這個也怪不得 有很多人一直在問你說 哎呀這個幣價幾十會漲到多少啊 哎呀為什麼會掉成這個樣子啊 因為他知道的就是這麼多 所以為什麼這樣的一個課程呢 就需要讓大家慢慢的慢慢的 也不可能說今天你來聽了這一個分享 你就完全而懂得說這個自由的世界是怎麼樣 它可以怎麼樣的幫到我們 它是一個很長期的一個積累而來的 所以如果要讓自己進步的話 要讓自己通往自由的話呢 還是要多多的選擇好的這個課程來學習 來多聽一聽此類的一些分享啊 不要去僅僅聽像我所說的自稱為專家 但是實際上沒有這個背景 然後胡言亂語跟你說怎麼賺錢 但是我聽說這些人也賺了很多錢 但我們不說別人啊 就說的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的話呢 我也會要求我身旁的一些有真正區塊鏈價值認知的 這樣的一些人 就好像這個小仙女小妖精 來給我們多做一些這些教育性的視頻 當然我有機會的話 也會抽一抽時間來給大家分享 謝謝你 謝謝Wilson 如果是有朋友對於這個VDS有興趣的話 他們是不是有什麼官方群能夠加入呢 或者是對於那些朋友想加入哪一些社區 是有關於這個探討關於VDS的 是能夠到哪裡去看呢 找我們的小妖精吧 這一個月他們應該是都賺錢的 所以這個月我的稱號是小仙女 啊小仙女小仙女 賺錢的 不好意思啊我大概問一問 我不要問你賺多少錢了 曾經賺過多少錢多少倍啊 是哪一個項目 我不同項目賺不同的錢 啊就講VDS好了 VDS啊 當時我算是最早期那一個 是的是的 所以要賺錢有的賺錢 要自由有的自由 要做生意有的做生意 要發展團隊有的發展團隊 發展組織做生意交易溝通 完全不需要小三 但是我是想讓大家知道的事情就是 這個VDS有一個不同的一點就是 如果你很多受人家對於尤其是新手 他們對於投入哪一個幣的項目 他們就會認為必一定要增值 一定要漲 那麼我才賺 但是這個是一個雞跟雞蛋的問題 很多人不理解啊 但是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本身呢私底下的 我真正的我是還挺內向的 這個你可以問我是非常害羞的 所以做這視頻的時候 可能你都會覺得我可能有一些緊張啊 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要讓你知道的是 我一個這麼內向的人 我沒有做過直銷 沒有做過傳銷 沒有做過MLM 我只是把我對於VDS的理念 就在去年的時候跟一些朋友分享 看到人就分享 我從來沒有叫他們去買還是什麼 他們後來去交易所自己去買 都是他們自己的自己的意願 甚至還有些朋友呢 因為他們的有一些是 他們也很認同我的理念 他們又再去跟朋友說 因為這樣子一直推廣下去呢 單單這個我們叫做referrer的這個 介紹人呢 我們所從VDS的系統裡面所賺取的 我可以讓大家大概看一下 看到嗎 這個0.5就是每一個推廣 你可以賺到0.5 然後你可以看我這些日子以來 我也不知道 不曉得這些是誰讓我賺到這麼多的 我那天大概我還scroll不完 因為太多了 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拿總數來處理這個平均這些 這段日子 我平均每個月大概會有 不多啦 但是都會有10到20粒的VOLA這樣子 但是你要知道這些都是被動收入 都不是 我現在我最近也是一直在 專注在我的頻道這個教育 已經不是被動了吧 你就差不多成為不動的收入了 因為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每天都打開這個VDS 但是我是打開的時候都會有驚喜 所以我要讓大家知道人生是充滿希望的 必在人在希望在 對 所以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們是像這個小仙女這麼內向 你看他都可以這樣子 其實我也是很內向的 對不對對 你看像我這麼內向的人都可以當比特幣大使 所以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區塊鏈非常適合這個內向的人 好啦現在我們的直播不知不覺也已經過了 過時了 已經超時了 大約 不是過時了是超時了 超時了 超時了大概是90分鐘 那我也十日無多了 我許也是時候跟大家say bye bye 那麼可以有什麼可以留言 繼續留言留言留言記得留言保持聯絡哦 快點 快點 快點